一片酷唱 泰國高 這一片酷唱 好 我有問題 微微你貴為超班的歌手 為什麼你會選擇這個 不是唱家班的羅天宇呢 是否因為他英俊 我也很想輸 為什麼 我也很想輸 因為我覺得他其實也很喜歡唱歌 剛好他又在香港愛情故事裏做得這麼好 所以就邀請了他和我一起 唱了這首酷唱 谷雅薇和羅天宇玩Crossover 合唱哭場 還拍MV 微微和天宇各自上社交網站 網民反應熱烈 紛紛留言大讚他們合拍 又指天宇美聲有驚喜 微微唱歌不能輸 那個和音其實很難 但是他真的很快地上手了 因為自己很喜歡和音 如果和到的感覺 很棒 和音我也覺得很難 其實是很難 因為我自己很喜歡唱歌 他真的很喜歡唱歌 我很努力去學 然後有一次我們在HAPPY LIFE 看到MV 哇 發現MV唱歌 真的 平時電視看都覺得厲害 但是 在真人現場 真的很powerful 但是又好像很輕易做到一件事 你不要今天習慌了 好假 就是過去的我想兩三年裡面都很想在唱歌那裡突破一些關口 看很多片或者上很多課 老師會講一些技巧 為什麼不找我上課 然後就想 蛤? 我可以教唱歌的 真的嗎? 現在可以拜師了 立即拜師了 什麼時候第一課 等你時間呢 你會不會考慮和公司聊一下 做一首屬於你們自己的歌 我覺得真的可以 你給我一個很好的想法 太好了 等了這一天很久 是不是 我覺得我來寫 寫一首類似唱歌 合唱歌 好啊 都可以試一下 現在每個樂迷都這麼支持你 你還說一碟難求 你自己有什麼感覺呢 好感動和很開心 想不到真的 第一次出唱片 大家這麼全力的支持我 希望你們喜歡 謝謝 謝謝你 這個就不同了 因為我知道你之前也有來支持我 是你自己出錢買的 這個是我的心意 謝謝 希望你們喜歡 我們現在見面會 我都問他要不要和我一起唱歌 他說等一等我的時間 好啦 既然大家都這麼喜歡你們 這麼支持你們 不如就送首歌 給我們東張西望的觀眾 沒問題 不合 不合